又是一颗惊天来啊 这恒大的许老板被请进去喝茶后的第12天 碧桂园也撂了一颗大号的麻烈了 10月10日 碧桂园对外发布公告称 预计无力偿还一笔本金4.7亿港元的到期债务 也预期无法如期或在相关宽限期内 履行其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衣物 这就是说无法还钱了呗 随后的10月18日 碧桂园还宣布了 从此以后所有境外债务都无法偿还 言下之意就是说 所有境外债务都还不上了 这说明碧桂园也正式启动暴雷模式了 其实在10月11日 也就是碧桂园发布第一条 无力偿还4.7亿的到期款公告的第二天 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裁及执行董事 李长江辞去公司一切职务 也就暗示碧桂园暴雷时间会越来越近了 谁知来得如此的快 刚好一周 细心的网友发现 目前碧桂园的负债有1.36万亿 与恒大2.5万亿相比 那也就是恒大的一半多一点点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 如果碧桂园暴雷效应发挥后 其造成的社会后果要远超恒大 这是为何呢 恒大总建债2.5万亿 设计到了比如足球 汽车 矿泉水 温旅等近十多个领域 而碧桂园大头都在保交楼上 恒大的保交楼项目有706个 但是碧桂园在建的项目多达3000多个 是恒大的四倍多 所以说碧桂园如果爆雷 留下的烂尾项目最终造成的社会影响 只会比恒大大 不会比恒大小 企业份碧桂园在连连亏损 债务逼近的情况下 还像一个香港的名叫 国强公益基金会捐赠了64亿元 难道这企业真是当代的活来疯啊 自家都接不开过外了 还要给别人捐款 这么查不知道 一查真的吓出一声冷汗啊 原来那个香港国强公益基金会的 实际控制人 就是碧桂园的东家 杨国强和杨慧言 这哪是给别人捐款做好事 分明了就是转移自家财产嘛 这不也是做了将来跑路的准备 恒大许老板 9月28日被突然请进去喝茶了 这消息在互联网上炸开了锅 这帮房姐的大佬们各个彻夜难昧啊 被吓了冷汗 那时一身接一身 衣服都没干过 不知道哪一天 谁又被请进去和许老板做伴去了 也就是那段时间 这些房姐大佬们 都好像不再那么穷了 十分积极的视察保教楼 就连学着恒大跑去老美那申请破产保护的容创 也吹响了主动还债的号角 这碧桂园的杨国强董事长 更是起到了表税啊 把自己的私人飞机都卖了开始还债 这前后的态度简直比翻书还快 如果国家不对许家燕采取强制措施 来震慑这帮房企大佬们 他们各个肯定都会有样学样 转移国内资产出逃海外 继续过着他们只醉金迷的生活 而将这些国内债权人和买房业主们彻底抛弃 留下的只有数不清的烂债和无数栋烂尾楼 房企的暴雷不仅仅只会是恒大和碧桂园两家企业 他们只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的一个缩影 我相信后续还会有别家房企 陆续爆出暴雷的消息 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中国房企的问题 不仅要在企业里找问题 还应该也对政府的监管和政策调整提出询问 政府需要审查现有的政策和监管体系 加强风险预警和监管力度 此外还应该考虑如何应对潜在的金融系统风险 稳固保障国家经济的发展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